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bara Talk 終於進入這個Master of Finance的程序 6月才開始上課 現在還可以起一陣 講起這個讀書 我們做會計的行業 他也要鼓勵你 叫做Continue Education 其實不少行業都鼓勵這件事 即使你做地產 考了一段時間就不成功了 他每兩年就要讀一些課程 進修一下自己 鼓勵這件事 其實也很重要的 有一個報告計算過 如果你是不斷進修 人工的升幅就會被不進修的人 每年就多了2000元 我從來未考究過 在我身上究竟是否 就這樣想 就好像 不斷進修 都好像沒有加到2000元 那麼多 因為每間公司 都加了2%人工 最多是BONUS 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 你不斷進修 之餘 你是需要來 隔幾年 轉一次 工作 否則 基本上 是 展現不到這件事 除非你真的 厲害到爆 那些 你不停升職 但是 不太多人會這樣 而且 你還要 厲害到爆 得來 你是要不斷 表現自己 不斷告訴別人 你自己有多厲害 告訴你的老闆 告訴你的老闆 告訴你老闆的老闆 和身邊 所有那些 大粒的時候 你的可能性大很多 我又未必是那種人 所以 而且 我又 怎麼說呢 我這麼快去轉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要搞定所有人物關係 我才能夠被認識 否則 就被人攬炒 那性格化就不一樣 簡單來說 不是那種超爆勁的人 我自己不是那些人 然後 另外 如果從一個社會性 來看Continue Education 你就會看到 原來這個世界 雖然說 教育可以令到一些 比較低下階層的人脫貧 或者是出人頭地 例如 陳茂波 他都說自己以前是一些 很窮苦的獅子散下人 但是 現在就做了高官 甚至做了財政司 但是 有一個研究報告指出 其實 原來 Continue Education 其實是一個 不公平的制度 那 怎樣不公平呢 就是 原來一些 比較實際 一些 增值的價值 高一點的 再培訓 或者是 Education 通常 是要你有錢 有資源 或者公司肯支持 那你才能夠讀到 例如 Master of Finance 那 你平時 譬如你 我生了業 沒什麼錢 其實就很難去 讀到 那些 或者對你的財政負擔很大 或者你本身已經做了很長時間 你分配不到時間去讀書 那這個也是一個困局 我認識一些朋友 那他做一份工作不夠錢 不夠生活費 或者賺得不夠多 這樣才算 那他就做兩份工作 那做兩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是 沒了時間 的時候 那你 其實是 因為 你 繼續這樣去做的時候 你還是不能夠 Renew 或者 re-educate 你自己 去跳去另一個地方 那你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那你怎樣 那你的 精力不夠 那你就 不行了 那 所以 現在的政制 就是嘗試看看 怎樣 因為 當你很多東西 轉移到AI 的時候 那可能會有很多失業 而且 社會 似乎 越來越 太弱流強 那 本來是 即是回到19世紀 那個 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 前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 那些上家玩完 然後那些工人 去死 那些 那種 那種情況 那 當有一班人 他越來越 流失 去探接不到 那個技術的 爆破 的時候 那個普及教育 就很重要 以前 十幾歲 就是 原來 承接不到 於是他就 述行這個普及教育 令到 譬如 特運 因為他 開始 來教育 小朋友 由小 以前不是 以前 十多歲的時候 大部分 爆升的 教育 令到 每個人都識智 大生 然後大家都有一小 平均地 有比較強的知識 那 將來 怎樣能夠 在政制上 令到一些 比較 貧窮的 都能夠 受到一個 好一點的教育 或者是 再培訓的教育 那 這個是 現在 不少 政府 正在研究的 事情 這個目標 一定要放大 就不是 現在 譬如 加拿大政制 裡面 譬如有幾千元 那樣 進貼你去讀 他指定的 某幾類型 的 program 但是 幾千人 香港 幾千元 你真是做得 哈哈 他將來 如果可以做到 譬如 一些 已經設定的 一些 網絡 然後 你就可以讀 其實 就算 譬如 另外一件事 就是限制 有很多時候 他就要 有 教育 幾個時間 當然有 指標性 但那個 也有限制 就是 這樣做的時候 如果有個人手藝真的很好 或是 他沒有機會 去獲得 時間 但實際上 其實是勁油 那 那個人會失去 例如 尤其是 海外移民 他可能 以前是做裁縫 但 你沒有300小時 在Canadian 的裁縫經驗 做頭 那些人就厲害 希望 將來 有一些 比較公平 而有普及的事情 但普及得理 有些 超瘋的人 會變得大 很多時候 至少 未必會知道 以前 一些 歐洲的7 有些 besse Microngelo 哪些 相對來說 就減少了 社會需要 解雇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 收視